这是一套非常火的加罗不出无尽流的出装和名文 看看点赞已经过了40多万 再看看发布时间昨天发的粗略的估计一下 这个视频起码有500万人观看 这么多人看这么火的出装 我就非常的好奇究竟有什么样的特别之处呢 所以我就提前设置好了出装和名文 开始了一局比赛 看一下这套出装和名文究竟有什么玄机 我们兑现的是拥有两个家伙的 马克波罗 一开局对面就非常的不讲武德 这一波我也是大意了 突然就从草丛里蹦出来了好几个人 马克波罗一个闪现接大招 其实还控住了我 没办法了 只能躺了 我前期过得非常的无奈 看看我的战绩 四分钟已经0-2了 我就开始怀疑这一套名文不怎么好呀 不知道中期会不会反转 后面比赛就来到了七分钟 我在下路溜达 突然就碰见了孙悟空 他一个二技能撞墙 又来了一个大招 全部敲在了野怪上 我的天哪把我吓的 为什么他就过不来墙呢 我明明立他很近呢 这应该是一个bug吧 后面马克波罗又来了 我提前又发动了一技能 几件射上去 现在我们的暴击只有795 但是攻速非常的快 中路稀释过来 我躲掉他的一技能 开启一技能 他只能逃跑了 现在辅助又一次的跑了过来 路过了一下他就没了 这一波也算是拿了一个三连决胜吧 我从现在开始我感觉 这个暴击几率也提上去了 但是攻击力不是很高 不知道后期会不会反转 各位观众老爷都看到这了 麻烦顶个关注顶个 五分钟左右 我们这个攻速又得到了一次加强 看着看着就比刚才快 此时西施又过来打我 我差不多一秒钟放出了三剑 把他打跑了 这边猴子又开始敲野怪 野怪敲没了 他过来打我 很可惜已经晚了 被我反杀 然后就是对面的辅助 你一个小辅助 你自己过来干嘛呢 后面马可波罗 我与他硬刚 他一缩子子弹没有打完 我就把他给消灭了 这波来了一个 十打十的三连决胜 我的天哪 一打三 打野打了龙 辅助也过来帮我了 西施还把我给控住了 我差点被防御塔反杀 辅助还给我挂了个炸弹 孙悟空赶到 马可波罗从侧面过来 我知道我被包围了 我连忙开启大招 一个闪现 躲掉了孙悟空的头石 又躲掉了马可波罗的大招 反杀他两个猪八戒 杉杉来持 他与我近身肉搏 愣是没打得过我 我的天哪 后面吸尸 补完血回来了 技能还没放完 就被我一顿秃秃了 我现在我感觉 我手上拿的不是剑了 简直就是机关枪 兄弟们 你们看这个攻速 我的天哪 这波四连超凡 简直是强无敌 并且我们现在 你们看 每一下暴击 都有一千多了 谁说不出无尽 伤害就低的 有点颠覆我的认知了 由于现在时间还早 我想推塔的时候 对面的人员已经复活了 第一次他们辅助打头 对着我 首先就是一个大招 我也没客气 直接放起了大招 猪八戒还有二技能 必动我 孙悟空对着我 那就是一棍 只可惜他已经没了 只剩下一个猪八戒 一爪子给我给挠死了 我的天哪 一打四硬钢 我还打死三个的 后面我也决定了 不再留守 直接自己一个人 来到了中路 向他们挑衅 我觉得我现在的伤害 现在的这个攻速 有几率一打五 见到对面的人员 我就开始一顿乱势 马可波罗开着大招 开着开着就没了 悟空还没有跑过来 就牺牲了 只剩下一个猪八戒了 就他比较坚挺 还对我释放了惩戒 我下面一箭 一千四的暴击 直接把他咔嚓 这波一威四 四连超凡 对面只剩下一个人了 我们带着兵线 直接走向了敌人的高地 我不信了 对面就这样 他还能翻盘 只剩下一个西施 我们也不能放窝 扛着他 完了五杀没有连上 这一波大局已定 比赛感染而止 总体来评价一下 这套出装和冥丸 具有攻速快 移动速度比较快 攻击率还挺高 暴击几率也不错 就是唯一的缺点 就是归 毕竟有破军 有破晓 光这两样装备 就六千多了